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大家看我拿着一个大大的芒果 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芒果呢 是因为它跟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这个脏气有点像 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 大家看在舞台中间有两个盒子 上面分别写着三十岁和六十岁 这个器官到了不同年龄 它会有不同的变化 到了六十岁 六十岁就是我们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 这一个脏气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器官到了老年六十岁 甚至到了八十岁 高龄老人的时候 它都还可以是长生不老的 我们看不到它有任何衰老的表现 这是正常的状态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 因为种种的原因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再给大家做下一个演示 到了三十岁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呢 大家来看这个芒果 完全没有水分了 抽抽着 还有很大的一块烂掉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块烂掉 有点抽抽水分丧失之外 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深深的黑色在内部 所以它一定是里面芯就烂掉了 对吗 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从一个非常健康的器官 慢慢地变成了这样 基本上全部烂掉了的器官 而这个器官本来大家不要忘记了 是可以长生不老的 它跟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脏器都不一样 我想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 这一个演示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找到 让这个器官长生不老的方法 所以这个器官到底是什么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它们呢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来自北京幼安医院的权威专家团 有请副院长肝病与肿瘤 介入治疗中心主任张永宏 肝病科主任医师 门诊部主任于宏卫 以及普通外科中心副主任曾稻炳 欢迎三位 欢迎我们的权威专家团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R炸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后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介绍了三位专家的头衔 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专业了 肝病科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的这个脏器 是的 就是我们的肝脏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幼安医院的权威专家 团请到养生堂的现场 是因为在幼安 对于我们的这个肝病的管理 是一个叫全周期的全面管理 我们请张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幼安医院 我们在肝病的终活治疗方面 开展了61年的治疗 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全疾病周期的管理 也就是说从宝宝出生 我们就可以通过母婴主断的方式 来保护宝宝 免受乙肝的困扰 那么对于慢性的病毒性肝炎患者 我们有明确的抗病毒治疗的方法 那么对于肝炎化的患者 我们有综合诊疗 控制他并发症的方法 甚至对于肝癌患者 我们也有全球科的 多球科的综合诊疗 那么特别是在肝胆外科方面 即使您的肝脏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样 出现了很不好的一种现象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肝移植的方法 让你焕发新生 那么幼安医院呢 每年会为150到200名患者 带来新的生命 就是但凡我们的心肝宝贝 就是我们的肝脏出了问题 无论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 还是冒蝶老人 我们在北京幼安医院 都能够得到最准确 最必须的治疗 是的 余主任 别人说这个季节 你天太热了 而且北京或者我们全国的 大多数地区还都在下雨 又炎热又潮湿 肝也容易出问题吗 这天气炎热以后呢 我们有几个 又要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讲呢 我们睡不好觉 对吧 我们气压特别低 那这种情况里来讲 如果气压低 那你氧寒的浓度会降低 就是我们肝脏血里头 它会缺氧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睡不好觉呢 我们沾软反侧呢 我们休育不好 肝脏血过去出问题 所以这里头来讲 如果有激手肝脏 疾病的患者里头来讲呢 在这种情形当中 也是比较危险的 第二点来讲呢 我们说因为夏天比较长 晚上热 怎么办呢 我们吃宵夜 宵夜里头干什么呢 街边上我们去 撸川也好 或者说喝啤酒也好 也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因为我们说肝炎的 有两个病毒 甲肝和乌肝呢 通过这个 粪口投进传播 比如我们吃东西 吃了不肝炎的食物 又怕肝脏的疾病 或者说我们吃了一些 腐败的食物以后呢 出现一种感染 也会肝脏出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头来讲 这个季节是高危的 对吧 还有呢 有人来讲说 在喝点啤酒 或来点别的酒 那我们说酒精 它伤肝的 尤其肝脏不好的 那您能把那个芒果 给可爱的曾主任吗 好 曾主任 传递给您啊 这是一个爱的传递 对 我为什么说 是可爱的曾主任 因为曾主任是外科大夫 到底肝脏是什么样 跟这个芒果像不像 手感啊 弹性啊 还有衰老的情况 只有曾主任亲眼看过 亲眼摸过 还处理过 您快跟我们讲讲 这个芒果呢 其实从这个重量来说 跟咱们的肝脏重量是差不多 咱们比如说一个像60公斤 或者65公斤的人 一般来说 这个肝脏的重量呢 就是1200到1500克 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我们肝脏呢 体积要比它大一些 而且我们的肝脏呢 是位于我们的右上腹这个位置 主要是在右半竿 是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肝脏像一个蝎形 像一个蝎形 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我们正常的肝脏呢 是不是像芒果这么硬呢 不对 那一定是熟透了的芒果 又没有坏的芒果那么软 那么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 大家摸一下自己嘴唇 都特别软 特别软 那么如果这个肝脏有问题 到肝硬化或者纤维化 到肝纤维化的 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肝脏呢就比较韧 像我们的鼻尖 可以摸一下自己的鼻尖 如果是到肝硬化了 特别硬了 肝脏体积又缩小了 那这个就是像我们的额头 这个地方 这个硬度 那么有时候我们形容一下 这个肝硬化 有的肝硬化也不光是体积缩小 它有那种大结解 突出来一颗一颗的 看得都特别震撼 因为它硬化 它就没有弹性 也没有水分 所以就会抽抽 和我们正常的这个大小 相比大概 影响比较深的 会抽抽成大概几分之几 我们见过很严重的 肝脏可能就四五百克 特别小一丢丢 像我们看到的一个乙肝的 相关性的一个肝硬化的 一个小伙子才三十多岁 那么这个一来的时候 一看这个肝功能不怎么好 然后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一进去一看到这个肝硬化 特别严重 非常震撼 明显就体积上就缩小了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今天请到了 幼安医院的顶级专家团队 给我们带来的 幼安的护肝三宝 那到底幼安医院的 护肝三宝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请打开第一宝 肝功能是健康的本钱 俞主任跟您请教一下 这句话当然没问题 但是好像哪一个脏器的功能 都是健康的本钱 对不对 咱们不能因为 咱们是肝病专业的 咱们就把它拎出来说 如何来理解这句话 真正的背后含义呢 明白 为什么说肝脏是健康的本钱呢 而不是说之一 那时候肝脏 它跟别的脏性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脏性里头来讲 我们说我们呼吸出问题 我们两个废的去代场 我们身脏出问题 还有两个剩 那肝脏来讲呢 它是个化工厂 什么叫化工厂呢 它是个中心器官 所以一旦它出问题了 别的脏器也没法去代替了 所以这种情况 引起肝脏功能的 一个严重的恶化 甚至就危及到生命 心肝宝贝 把肝脏跟心脏同等地比较 那心脏我们知道重要性 心脏是发动机 心脏出问题就停满了 肝脏其实也一样的 因为肝脏的功能 是支持我们所有的 我们人体能正常活动的基础 所以一旦说 一个人说肝脏功能不好了 那随便的一个小小的疾病 可以把自己就击垮了 我简单举个例子 就刚才 我刚才您说的 天气炎热的问题 对吧 天气炎热里头 假如说 他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了 感染了中毒性菌力 肝脏带了肾脏 带了多脏期 包括心脏 肺 脑 全出问题 肝脏是首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肝脏是化工厂 是 它出问题 会化工厂的 所有的那些物质全停满了 所以肝脏功能一旦出问题 哪怕是个菌力 觉得我不是一个常言吗 我吃点药就完事了 但依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 是属于肝病的高发人群 我们应该如何更合地 保护我们的肝脏呢 我们接下来的这部分 请院长和曾主任 在舞台中间稍等我们一下 我跟于主任 结合着题板跟大家说一说 来 来 于主任请站在这边 有四类人群 可以帮我们选择 三高的患者 就是慢性的基础病患者 肿瘤的患者 肝病的患者和老年人 我们来请现场的观众 一起投票好吗 大家觉得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肝脏问题 肝脏受损 请问这四个人群当中 哪个风险系数更高 觉得是三高患者 更容易得肝病 请举手 一位 两位 三位 好 大家都在犹豫 觉得是肿瘤 恶性肿瘤患者 更容易得肝病 请举手 大家在犹豫 人更多一点 肝病患者 肝病更容易复发 请举手 绝大多数的人都举手了 好 老年人 这个打击面有点大了 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 都容易得肝病 觉得是老年人请举手 很犹豫 不敢举手 因为害怕所有的问题 都找到自己 我们请于主任来揭晓答案吧 到底哪个更相关 三高 先说三高 那三高什么叫三高 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叫三高 三高是人力 危及人力生命的 头好杀手 那头发杀手里头 跟肝脏什么关系呢 我们说三高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肝脏里头呢 一种病呢 我们叫代谢相关性的 肝脏的脂肪性肝病 什么叫代谢相关呢 比如你高血糖 高血脂 跟代谢相关 所以如果三高这回来讲 高血糖 高血脂来讲 它会引起肝脏的脂肪病面 肝脏病面以后 必然出现肝脏功能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在哪呢 我们三高的患者里头 我们想长寿 想解决人力生命的 这个桃花杀手 我们必要吃药 可药里头呢 所有的药呢 就是肝脏代谢 肾脏排泄的 它是过程的 那药里头 很多药里头呢 它就会对肝脏有一定损伤 所以我刚才说的 这些人群都相关 就是三高的这个情况 那稍等啊 于主任 您这么一说吧 三高的患者 就更不敢吃药了 因为我经常在 养生堂的现场 遇到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 除了还说 偶尔晕点 也没什么症状 但说是要三分毒啊 损伤肝脏 我就不吃了 但是又不吃药 更可怕 吃药以后呢 因为药经过 临床验证以后呢 我们知道 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会监测 比如刚刚提到 我是汤厅类的 我怕转眼没高 没关系吃 吃两日后 我查肝脏 对吧 两周没事 我一个月查 如果超过了三个月以后 我的肝脏还是正常的 基本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 药物性肝病最常见的 是90天之内的 复免药物 引起肝脏损伤 所以都可控的 所以这种情况 里头来讲呢 就是说有病以后呢 千万别自己去买药 一定要看专科医生 听医生的安排 医嘱我们一个 随访的过程 所以这种风险 我们会降低 那我们接下来讲 恶性肿瘤 肿瘤来讲呢 这也是跟肝脏工程 是密切相关的 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怎么讲呢 我们得肿瘤以后呢 可能要治疗 因为我们说这个肝脏呢 为什么是健康的本钱呢 我们所有的治疗 都通过肝脏进行的 对吧 今天上午我出门者呢 是肿瘤医院 转过的一病人 那女病人是53岁 她得的是右侧乳腺癌 她为什么来呢 因为当时要做化疗呢 突然差转变 没高了 那就来了 来以后我能做什么呢 我先差转变高的原因 是什么 怎么去稳定 那这意思 跟我们什么体现呢 就是说肿瘤患者 不关于手术切除也好 我做放化疗也好 还是我做药物治疗 或其他的一些 治疗手段来讲 肝脏功能是最基本的 就肝功它是 最基本的地方 如果没有肝脏功能 再拖着 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肿瘤患者呢 跟肝脏功能 也是密切相关 还有一些肿瘤患者呢 他会 晚些肿瘤会转移 转移到肝脏 转移到肝脏以后呢 也引起肝功能不好 所以肿瘤患者 肝脏功能 也是密切相关的 更需要密切关注 对 刚才我们底下的观众呢 肝病患者几乎 大概都投票了 对吧 肝病什么呢 肝病患者里头 我们知道肝病有三部曲 可能老百姓都知道 肝炎 肝瘤化 肝脏肿瘤 说一旦穿中 情况以后呢 人就没救了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为什么不完全是这样呢 我们看肝脏的功能 因为大多数肝病患者 是因为肝功能衰竭 危及生命的 所以这是肝病的患者 要保护肝脏功能 对 老年人 老年人 所以大家不敢举手 因为怕跟自己都相关 其实老年来讲呢 刚才我们主持人 举的芒果举得非常好 有的芒果呢 一直是保持那种 长期状态 肝脏别的脏性不太一样 因为肝脏是 它的代谢能力非常强 老年人之时 出现肝脏功能不好的 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 肝脏本身有问题 就比如说 我刚才说三高 肝脏本身有脂肪病变了 它有问题 肝脏功能 是我们健康的本钱 那当然了 既然讲到肝脏功能 我们也说这个肝脏啊 其实是在不同的 身体状况下 肝功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要请大家 来做一个小互动 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 来 我们接下来 要带大家做一个小游戏 叫做猜猜肝脏的年龄 来 那位穿绿裙子的阿姨 打赏欢迎您 我给您找几张肝脏的照片 你先看看 这个 这个肝怎么样 这个不好 不好 你觉得她多大年纪了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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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摆过去 放在那个框框里 对 我就觉得她有点 哥哥答答的不光流 不光滑 不光流 你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生病了 生病了 那多少岁吗 这得够七十了 七十 这个七十 来 那我们贴上 阿姨 你为什么觉得她不太好 我就觉得这个边上 哥哥答答的 好 也是哥哥答答的 阿姨 那我跟你讲 你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一会儿给你看 你先选这个 你觉得这个多大年纪 这个更不好了 那你觉得这个放在多少岁 哪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放到最大了吧 最大已经被占了 你现在可以调 还可以改 没事 您改 这一块更不好了 这感觉就是在 阿姨 你看 右下 右边下边那边 您不提醒她 您看那个手术的 那个位置是吧 感觉 那阿姨 我跟你说 接下来您要面对的 就是对您来说是 更会紧张的一个大难题了 我要给您看的这张照片啊 可能会打乱您原有的顺序 您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好 来 阿姨 你看我手中的这张图片 更可怕了 太可怕了 害怕是害怕自己的肝脏 会变成那样 觉得这个人 状态一定特别不好 是吧 认真的帮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们把掌声送给阿姨 我也送给您一份小礼物 阿姨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 老人易消化 是我们养生糖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祝您健康 谢谢您啊 为难您了 先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所以接下来 辛苦曾主任吧 给我们大家揭晓答案 阿姨表现得特别好 特别完美 因为阿姨有她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 或者她的判断的依据 我觉得她觉得可能看这个肝老啊 就觉得肯定跟年龄有关系 我们这个肝脏是一个永生器官 那么肝细胞它是再生能力非常强 只要我们护理得当 或者是我们维护我们的肝脏得当 不去做伤害它的事情 80岁仍然可以表现为20岁 甚至18岁的一个肝脏 所以我们来揭晓一下一个答案 实际上我们这个阿姨刚才做的 有些是对的 像这个就是对的 这个是一个60岁的 它有脂肪变 你们发现这个肝脏比较黄吗 偏黄 有点脂肪化 这些都偏黄 你看啊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60岁 但是有一个中度脂肪肝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个肝脏 其实相对看上去 虽然有一点中度脂肪肝 但是还是比较健康的 特别嫩 这种肝特别嫩 有弹性的 对对很软 功能还不错的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强调60岁 是因为我们现场的观众 尤其我们养生堂的观众 其实绝大多数 都是60左右的叔叔阿姨们 这一张刚才阿姨判断 就是70岁 因为依据是什么 肯定看了肝特别老 哥哥大家都害怕 自己看见是吧 就完全是很多这种结节 都是肝脏再生的结节 实际上这个人就30多岁 不到40岁 38 9岁的一个 所以他应该在这个位置 最下面 最低的一个位置 这个就是有乙肝 有乙肝病毒 然后导致的一个肝硬化 然后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然后我们做手术 碰巧我们做手术 它本身有肝硬化 又有其他需要我们 普通外科解决的问题 做手术的时候 留了一张照片 因为这个肝硬化 确实非常具有说明性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都有很好的一个教育意义 警示意义 对 警示 因为我们有乙肝的病人 我们现在都是有抗病毒治疗 但是有些可能 医从性差的 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区 没有这种规范地去诊疗的话 那么就不吃抗病毒药 或者是有的人 我就是 我非常想过得特别自由 天天吃一颗抗病毒药 觉得麻烦 其实并不麻烦 如果是不吃的话 这个就是 大家能看待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的 它是最差的肝脏 但是它属于一个最年轻的人 这再次警醒我们 如果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也不能胡造乱造 因为肝脏真的会出问题 那这个阿姨放得对吗 这个不对 这个是一个七十多岁 接近八十岁的一个肝脏 就是看上去最光溜的这个 是七十多岁 那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五十岁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五十岁的 因为你看和下边比 这个肝阴化呢 也没有完全到我们肝阴化的程度 是肝纤维化比较重 对 对 那么而这个呢 年龄大 虽然年龄大 但是肝脏 你看这个区域 因为它切胆呢 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这个肝脏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才做的手术 你看已经七十多岁 接近八十岁 你看这个肝脏非常软 非常光滑 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疙瘩疙疙 满脸的疙瘩 满脸的青春痘 这个就是一个三岁 两三岁 小姑娘的脸上这种皮肤 满满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感觉 是吧 所以这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肝脏 大家只要维护好不做 伤害它的事情 到八十岁 我相信大家到九十岁 甚至一百岁 它还是可以特别特别好 这个老人 他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肝脏 养护得这么光滑 依然有弹性的呢 第一这个病人呢 他没有肝病 没有这个乙肝啊饼肝 这种病毒性肝炎是没有的 第二呢 他这个病人呢 他不喝酒 不喝酒 生活非常规律 没有说我非得熬夜 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工作的时候 可能比较晚 我觉得我晚上累了 几个朋友拉着一块 吃个夜宵 然后喝点啤酒 干点啤酒 或者有的人喜欢微醺的状态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这个酒精喝多了 长期地喝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出现酒精性肝病 那么酒精性肝病 实际上酒雷和也会像这个 乙肝相关性的肝化一样的 可能状态还要差一些 因为它除了伤害我们本身肝脏的 一个这个肝细胞以外 它很多血管也伤害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有酒精性肝病导致着这种肝衰竭 或者肝癌的一个病人 去做手术的时候 止血都非常非常难 很容易出血 它还是跟它这个酒精本身有关 肝脏 无论你是男女老少 你对它好 它就是光滑有弹性的 你躁一躁 你对自己的身体管控差一点 你喝大酒 感染那些肝病 就有可能年纪轻轻的三十岁有这样的肝脏 所以我就想到前段时间 我在刷手机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挺可惜的视频 跟大家一起共勉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来给大家念一念 短视频的作者也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今日话题 年轻人应该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 今年才二十九岁 突然确诊了肝癌 还是晚期 我连夜去医院看他 在病房见到他的那一刻 我真的破防了 因为我想过 他会因为生病而变瘦 但是没想到 差距会那么大 他坐在病床上 鼻子带着氧气 脸颊上已经没有什么肉了 我觉得现在面对他 说什么话都是苍白无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下面的留言区 有九万多条评论 因为这样的视频对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说 你看这有一个女孩子说 堂哥三个月前就发现 眼睛发黄 去医院检查肝癌 前几天走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还说肝脏是最不怕疼的器官 一般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就已经是中晚期了 所以千万不要熬夜 肝竹目眼白变黄 要关注 问问张怨好了 高危因素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 本身有一些乙肝病毒的感染之外 还有哪些 现在乙肝和饼肝的这个控制率 已经越来越好了 但是我们发现在医院里边 我们的病人并没有减少 反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少见到的脂肪肝 酒精肝 甚至现在提到的非旧型脂肪肝 以及药物性肝脂肪肝等等 越来越多见 并且也发现 它们不仅仅引起肝炎 也会引起肝炎化 甚至肝癌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 并不一定是三部曲 从肝炎到硬化到肝的肿瘤 有的时候它也会跳级 所以就像这个片子里边看到的 二十几岁的孩子 因为没有特别地重视自己的身体 没有做好保护自己的肝脏 那么熬夜也好 包括说这种饮食的规律 饮酒 那么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害 刚才在大屏幕两侧的那个留言区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大家的建议 比如说我们说要看看眼睛 如果您走在路上啊 门诊的时候见到眼白发黄的人 你就知道他的肝不好 可以这样一目了然吗 其实来讲呢 中医讲就是万万闷窃 西我们讲就是试出寇听 试诊很关键 什么叫试诊呢 也叫妄诊 比如说这个边 我们现在真实里 只要边一进来呢 我们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肝硬化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两个特点 第一个面色 面色我们叫悔暗 它不是 它跟真实的颜色不一样 第二来讲呢 它体型的肚子大 它肚大以后呢 它是四肢特瘦 说这一推进真实 门一进来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肝硬化 是不是有浮水 所以是能看到的 刚才像你说的情况 是我们插体当中能所见 比我们一插体 你看眼睛 都眼神黄了 那上面有黄胆了 所以说任何情况里来讲呢 就提示肝脏出问题了 该是规范开始诊治了 可能不一定是肝癌 但是肝有问题 它在报警了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肝脏是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嘛 所以我接下来想 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来猜一猜 就是我们的肝脏 损伤到多大程度 我们才会有症状 我们的肝脏缺少了多少 我们才可能有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转暗霉的身高 我们来做个小实验 我们请那位阿姨上来配合我一下 好吗 来 掌声欢迎这位阿姨 阿姨 你看在我们面前 摆了两盆 每一个盆里呢 其实是一只动物的肝脏的大小 我给您一个手术刀 请您帮我大概比划一下 您觉得 如果曾主任在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人的肝脏需要切除一部分 您认为 最多可以切除百分之多少 这个人的肝功能 还能更保留正常 我感觉切除三分之一 到底对不对呢 一会儿我们请曾主任来揭晓 阿姨 月见一森送您护眼好礼 这是月见一森复合叶黄素 进口高含量复合好吸收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 适合中国老人养眼护眼的 专用叶黄素 祝您眼明鲜亮好生活 谢谢阿姨 谢谢 那请您回到座位上 实际上这个动物的肝脏呢 和人的肝脏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当然它功能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肝脏呢 它有四个液 我们人的肝脏呢 没有这么大 其实比这个一个液大一点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肝脏 而且很多解剖位置也不一样 像这个肝脏 这个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很多大血管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肝脏的 这个是腔筋脉 肝筋脉连着腔筋脉这个位置 这个是肝筋脉几个眼 看这个肝脏的血回流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肝脏呢 有一个入肝的一个东西 就是进去的 我们的肠道的血 还有我们的肝动脉啊 都是进去供养这个肝脏 但是肝脏的血回去呢 就走那儿 我们肝脏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分泌胆汁 肝脏分泌胆汁 我们经常有老百姓啊 来做手术 咨询胆囊切除的时候 那我胆汁从哪儿来 其实啊 这个胆囊就相当于我们的钱包 只装钱 不产钱 而这个胆汁呢 是从肝脏分泌来的 只是暂时储存在胆囊里面 那么所以胆囊切了一半是没有问题 经过不断的反复的验证啊 因为这个人体肝脏的储备功能很强 如果这个病人 这个人一定要做肝脏切除 最大的极限值可以达到70% 哇 那么这个肝脏我们来看啊 这个大概占30% 这个占40%左右 中间这个 这个呢30% 所以我们正常人的话 其实只要这一页就够了 所以如果我们做切除 只要保留这个肝脏的入肝血流 保留这一部分的血流和流出道 以及它的胆道以后 这样切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都可以拿掉 那么这样啊 我们在假设它保留了很好 它的这个管道的情况下啊 对 我们就留这么一点 只留三分之一不到就可以 对 哇 肝脏好厉害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是一大盆 现在呢就剩这么一点 但是按照它自身的一个体重 以及肝脏体积的需求 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满足 它应该完成的肝脏的功能 它能够自我恢复成那个大小吗 原来的样子 恢复的和切除以前的不可能 只是这边切了以后呢 它肝脏这些细胞会再生 肝脏会变大 会变大一些 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也不可能 但是呢 它我们有一个基本的 就是我完成它功能就OK了 形状不重要 重要是完成功能 完成了功能 我们就可以保持人体的健康的 各个器官的健康运行 极限是可以切到只剩百分之三十 那接下来呢 讲完了外科手术的方面 就得问问内科的余主任了 我们也请余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大屏幕 转暗眉升高 是不是就意味着肝功能下降 高到什么程度就要及时就医了 答案马上揭晓 肝损伤信号就有好多的箭头 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转暗眉啊 还有转太眉 这都是什么呀 会有症状吗 出现这样的红色箭头 就经常我们去体检呢 拿张一换纸标换单 说有箭头了怎么办 看什么箭头 其实来讲来说呢 我们这个里头 这个指标里头都封面两大块 第一大块呢就转暗眉 我们关心的转暗眉 对吧 转暗眉高多少我需要看医生 这是很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稍微箭头高了一点 我到底看没医生啊 是 所以这里来讲来说 它是判断肝脏损的那个程度 一般来讲我们说三倍以上 你肯定要该看医生了 三倍以上 比如说 比如说股炳转暗眉 现在164了 已经超过三倍了 三倍就是120 120以上 那这种情况里头来讲 你要看医生找原因 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是应该看股炳转暗眉 还是股草转暗眉 两个都看 都看啊 因为从肝脏细胞里头 我们说细胞膜破以后呢 股炳转暗眉释放出来 因为它在细胞浆里头待着呢 而股草转暗眉呢 是在肝细胞里头 一个小器官 叫线粒体 就是说我们一个工厂里头 一个核心部分 工厂中的核心中的 中心控制石 股炳转暗眉在里头待着呢 那如果我正好卡在119 我很犹豫 对吧 因为很多人会抱这种侥幸心理 我很犹豫 我在养生堂的专家 于主任讲的120以下 那我再观察观察吧 无论是119 还是99 还是更低 至少它已经有了红色的箭头 我们应该观察多久 如果复查了以后 还有问题 就依然要去看 刚才主任说得非常好 不能单以指标划定 还得看症状 对吧 如果我们觉得挺好的 没有任何症状 我觉得挺好 我能吃饭 也不乏力 我觉得一点不受影响 那你可以先观察 那反过来讲 如果症状比较偏重 哪怕没到三倍 我觉得我极度的乏力 我极度的不想吃饭 我恶心 我想吐 那还得看医生 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块的 指标和症状 是一定要密切相关的 那那个转太霉是什么 转太霉里头来讲 它的也代表 肝脏有损伤的一个指标 但它指标里头 没有古病古草更敏感 它反映胆管的细胞和干细胞 说这高以后 如果单纯的转太霉高 我们首先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问题 喝酒相关 说这里头来讲 这个霉的话 给您一些提示 那胆污素更不用说了 胆污素来讲 只要超过两倍以上 要看医生 就像您说的 这个白亚人发黄了 白亚人发黄了 我们一般来讲 是在三倍以上我们能看到 三倍以上我们是肉眼不好看 但如果指标在两倍以上 那该引起一个高危一个信号了 就是肝功力异常的信号出来了 那该找我们医院 看我们医院的医生了 是 怎么样的人 是有必要定期复查肝功能的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好面条就吃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 是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北京卫视养生堂 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慢病改善新方法 专项活动 特别是有心脑血管问题 关节疼痛和去湿排毒 等问题的叔叔阿姨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400666-9000 就可以免费领取 慢病改善新方法 和慢病改善产品一套 请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那还可以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的节目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健康问题集 其实来讲来说 我们每年必须要体检 不管所有的人 都要查我们的生化指标 说肝工是必查的 那反而来讲 刚才您说的 什么样的人 我必须要定个定期呢 第一个问题 有肝病 对吧 我有技术肝病 这个肝病来讲来说 我们一般是 三个月到六月去复查 第二情况里头来讲呢 就是我没有技术肝病 但我吃了某些药物 我长期吃药 刚刚我们提到 也叫我长期吃药 但药物有没有肝脏损伤 里头来讲呢 我没得定期查 比如我换了个新药了 我想知道 我这个药对肝脏有没有损伤 那我没得查 所以这里头来讲 对这查事件里头来讲呢 每个人是必须每年要查的 如果发现有脂肪不正常 那你三到六个月 做相关的检查 肝功能是我们健康的基石 那这也是我们幼安医院 带来的护肝三个法宝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赶紧进入 下一个法宝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护肝第二宝是 逆转肝癌3.0的方法 不是1.0不是2.0 是3.0 说明已经是进阶的进阶版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们今天也专门拜托 我们的权威专家团 请来了一位真实的患者 我们掌声欢迎郭叔叔 没办法做手术的大肿瘤 是如何成功逆转的 肝癌患者现身说法 答案马上揭晓 北京卫视养生堂 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慢病改善新方法 专项活动 特别是有心脑血管问题 关节疼痛和去湿排毒 等问题的叔叔阿姨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400666-9000 就可以免费领取 慢病改善新方法 和慢病改善产品一套 加入健康社群 学习健康知识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做自己的健康冠军 本节目由 手心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丽纽崔来赞助播出 这一看感情特别好 曾主任直接迎上去了 我是来自内蒙古 科尔申草原同僚 我是癌症患者 我是22年 2月25号 在当地医院 我是突然的 就自己去体检 去检查 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有病 这肝不好多年了 以前肝就不好 97年就得了这个小三羊 2001年就肝月化 平时我爱喝酒 怎么喝 这个22年想旅游去 外地朋友多说得喝酒 我们内部人就爱喝酒 所以说我说得检查检查 看看我这肝什么情况 见到朋友还能不能喝多少 到医院 按我们的医院一查 是28号 你看25号中天28号 就告诉我说 你的不行了 同僚看不了 病变了 你的转院 当时我们同僚过介绍什么 去长春啊 沈阳 我们离长春沈阳进 当时我说不用你们介绍了 我说我直接去北京 你怎么知道幼安的 对幼安平时有了解啊 听说过 很早以前我也来过 到幼安 因为我知道幼安 正这儿 正干的 所以在网上就挂了这个 就挑啊 就选择了个增轮 当时我在通聊检查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呢 就流很大 我爱喝酒 到去年28号 现在低酒没斩站 不容易 原来敢喝 原来就是干一话 啥也喝 原来量很大吧 很大 能喝一顿 一顿七八两酒 一斤酒都没事 不再话一下 哇 说好厉害 那某人就喝酒 那现在馋吗 馋 能控制得住 不控制不行 不行了 那咱接着说 然后我到了北京以后啊 宗主任接待的我 一检查以后呢 也是干净到很严重 最后我们经过评估 刚才我们演示过 那个肝脏需要切多少啊 这种 十公分还是十二公分 我记得 然后这个肿瘤的 然后经过这个 就是挨着那个大的血管 流出到肝脏 如果你要切的话 就得从那个血管上拨下来 这样非常危险 而且呢 也不能够达到 我们根植性切除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从医学专业的角度讲 它叫不可切除的一个肝癌 但是非常这个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它只是一个孤立的 就一个 只是个儿大而已 挨着我们大血管 你去切的话 它剩下的肝就不够了 所以只有我们采取一些办法 让这个肿瘤缩小 我们是先用的这个靶相免疫 以及我们张院长他们 这做的介入的一个办法 因为我们叫三点零嘛 就是三种办法联合起来 可以这种有效率会明显地提高 比单用一种的效果都会更好一些 那么郭叔叔经过这个治疗以后 几个周期以后 这个肿瘤就从十几公分 缩小到六公分左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条件 去做这个根植性切除 那么做了以后 郭叔叔因为我们切下来以后 这个要去送病理 看这个肿瘤的坏死程度 那么我们病理下一看 这个活的肿瘤细胞 是小于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部坏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叔叔再给他一些辅助治疗 用我们原来的一些方案 部分方案加上以后 他这样的话 就可以明显地控制肿瘤 不再复发这种情况 所以叔叔这个 现在恢复得那么好 这一年多了 感谢UIA医院 特别增重人 那个瘤八天就涨到三公分吧 到你十多公分 当时他通疗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感觉 就像会这样一会儿 我看我还能喝多少酒 别喝不过一点 别喝多少 那你查出来之后 有感觉了吗 查出来也没 自己病多年了 心态还是好一点 查了之后我知道 我跟大夫就说了 我说没事 我直接上北京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R炸花生油 去除黄区酶素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请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那还可以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本期的节目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健康问题集 郁主任 因为叔叔刚才说的 哈喽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过程 因为其实追溯病是小三羊 这都是实际20年前的事了 但是跟他过往的这种 大量的饮酒史 会有关系吗 快速突然长大 越来越大 他这个病来讲呢 他是个双处因素打击 低因素里头乙肝病毒本身是基础 喝酒来讲呢 也是个加重的因素 还有一点呢 他在检查前有一两年没查了 所以我们要求是 慢性肝病的患者 刚才我们提到 必须三到六个月去复查 如果早点复查的话呢 我想我就不需要 我们的3.0版了 早就解决了 希望您恢复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谢谢 我也送给您一份小礼物 感谢您 养生到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R打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厚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郭叔叔 叔叔慢走 谢谢 那既然是法宝 我们刚才已经揭晓了 手术的3.0 第三个一定更加的重磅出击 我们揭晓第三宝是什么 脱底治疗 要热死肿瘤 还要饿死肿瘤 热死肿瘤和饿死肿瘤 说的非常的形象 是介入的两个武器 热死是我们所谓的消融治疗 也就是说通过一根非常细小的针 将我们的热的能量送到肿瘤的部位 使肿瘤发生凝固性坏死 那么老百姓讲就是热死了 饿死肿瘤 我们用导管和导丝 将治疗的药物送到肿瘤的供血部位 让肿瘤的供血中断 这样肿瘤没有供血就会饿死了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 饿死肿瘤和热死肿瘤 对 我们也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 专门拜托张院长带来了真实的手术视频 我们来看大屏幕 能热死肿瘤的介入手术是怎么做的 整个手术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真实手术视频马上为您揭晓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影像引导下 我们首先对患者的精照进行定位 刚刚看到比较亮的这个点点 那么这个是肿瘤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看拿一个非常细的针 那么这个针有多细呢 和您的圆珠笔的这个珠是一样 1.5毫米 我们把这个针送到肿瘤的这个部位 然后将能量打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做操作 所以整个的树中可以看到 几乎不会出一滴血 是整个的这个完全微创 或者无创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针要到位了 加到肿瘤的部位 它好像有意识 我看你在看它说话 或者是完全清醒的 所以对于一些我们的老年 或者说本身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那么消融治疗其实它有它独特的优势 我们不需要在全马下做 在菊麻或者静脉麻下之下就可以做 所以我们的患者是完全配合的 那么整个树中我们一直在沟通和交流 这样既避免它有恐慌 而且我们也会让手术过得住的更流畅 针到位了之后呢 我会把能量打进去 大概就需要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会把针拔出来 这个消融针到 那整个这个冰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增强的扫描 冰灶已经完全地坏死 之后有一圈 我们的消融边界 打进去多久就能坏死啊 五分钟之后 其实 哇 这太快了 而且我刚刚注意到 这个我们第三个法宝的名字 其实它叫脱底治疗 这个所谓脱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对于一些不可切除的肿瘤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考虑 采用介入的方法 介入之后 为手术创造机会 我们还可以再次切除 也就是转化治疗 同时呢 我们也还可以对那些 肝功能不好的患者 大家刚才看到 我们的损伤非常的小 那么在不能切除的病人呢 如果做消融治疗 也有的时候会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根治性效果 应该说 所谓脱底就是给外科手术脱底 在外科手术难度过大的时候 或者甚至不可及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烫死它 或者饿死它 降低手术难度 有可能只用这样就好了 也有可能是帮手术 外科的手术变得更加的简单 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降期降急 这样就能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幼儿院院就建设了 这个我们叫多学科的会诊平台 也就是为我们的患者提供 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 那么会有肝病内科 肿瘤内科 以及肝胆外科和肌肉科的专家 我们坐在一起 对您的病进行讨论 那么给您提出 目前您的最主要的状态是什么 是不是首先需要一下 我们先转化一下 还是说立刻就能切除 这样 这样对您的治疗 就不是说一次治疗 而是整个一个疾病的 全周期的一个关照 那么我们会给您一个 全方位的服务 所以真的谢谢我们幼儿院院的团队 辛苦了 所以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推荐一套 饮食的组合权 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 我们的小心肝 到底是什么呢 养生厨房告诉你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后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玩家幸福全家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鲁花养生厨房 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食材当中 有两个护肝的宝贝 听说他们俩可以强强联合 甚至可以打一套组合拳 真的是这样啊 林老师 没错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些护肝食材 可以通过一护一出的两种方式 来去进行保肝作用 那其中来说呢 一出呢 我们通俗解释呢 将我们的一些有毒的产物 给它排出去 这是一出 具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一出用的是什么食材 而一户又用的是什么食材 接下来咱们通过今天的这个 大做法呢 来告诉大家 通过美食一出一户 保护肝脏 今天啊 您算是来着了 而且听说我们今天大厨 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炫技的菊活 今天呢 咱们带来的这道美食 借助了扬州的 腐皮包子的一个做法 而且又参照了咱们北方 包馅饼那种感觉 做出一个黄金的纸皮包 这里呢就用到了李老师说的 一出一户的这个好吃材 我特别好奇是您要炫什么技呀 您这案板上摆着什么 大家看啊 今天呢咱们说的是黄金纸皮包 大家看 我的这个面团这么小 馅料这么大 所以呢 怎么把这个馅料包进 咱们的这个面皮中 不可能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炫技的手法 不可能 怎么可能啊 保证您看完以后 您就会什么呀 拍手成绝 而且呢 回家也能做 好 那咱学一学 咱们先炒这个馅 好吧 咱们来起锅烧油 先把咱们的胡萝卜丁 进行一个编程 因为大家知道胡萝卜 是脂容性维生素 是吧 一定要加热 而且还有油脂 才能什么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刚才我们流龙大厨呢 放入的是我们养生堂推荐的 健康产品鲁华5S压榨花生油 它去除了黄区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华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所以呢 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 特别的安全 关键是越炒越香 大家闻这味儿 这花生香非常浓郁啊 稍微的再来一点 咱们的香菇地生 香菇一块煸炒 那炒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问一下李老师 我们特别想知道 铺干的两个宝贝是什么 尤其李老师说了 今天是强强联合 一户一出 尤其这一出 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这食材又是什么 你来跟我们说说 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 其实有很多种营养素呢 能够帮助我们肝脏去解毒 排出这个毒物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最强的 这种这个一出的营养元素呢 叫做维生素C 促进肝脏代谢的作用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 这个是在采胶粒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采胶粒里面的 这VC含量在所有蔬菜里面 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好 它怎么融入到美食当中 慢慢看 尤其是那一户 户干的宝贝又是什么 来 我们看到了 炒香了之后呢 我们要放什么 然后呢 咱们稍微地来点咱们的料酒 增加香味 现在我们刘龙大厨啊 放入的自然香料酒 这个自然香料酒啊 它是以陈棉黄酒为酒机 配以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 酿造成的 所以呢 它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提鲜 做出来的美味啊 是特别的可口的 好 这个时候啊 就可以了 来 咱们给它装到盆中 剩余的呢 咱们比如说 像提前焯好水 切成丁的这个腹竹 直接放进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刚才李老师说了 三种不同颜色的 这种特别好的 红椒啊 青椒 黄椒丁 咱们也放入 颜色也鲜艳 而且呢 口感清脆解腻 把肉馅也放入盆中 这个基本上主料配料都有了 现在呢 咱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 这个调味呢 也比较简单 因为吃的咱们是一个原汁原味 稍微地来点咱们的酿油 鲜味十足 再加入一点点的盐 增加咸味的同时呢 也可以让它更加地上劲 紧实 胡椒粉去腥增香 还能起到一个解腻的效果 稍微地来点糖 提个鲜 中和咸味 稍微地来点小末香油 香味就更上一层楼了 这个馅呢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 刘大叔帮我们调制馅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刚才李老师说了 要一户一出来保护肝脏 一出我们知道了 这一户又是什么呢 关键是 是什么营养素 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肝脏 那提到一户啊 实际上我们先给大家揭晓 它的这个营养元素 是我们的 这个常常提到的 这个植物黄酮类 它是一大类的这种 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肝脏 去抗氧化 抗炎症的一个大类的 这种植物的化合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在我们食物中来说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个 富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的 这种护肝的食材 那具体来说 一方面呢 它可以呢 通过对抗慢性炎症的作用 防止肝细胞出现纤维化 尤其是对于我们 这种慢性肝炎的一个 有效的 能够起到一个保护和预防作用 除此之外 它还能够对抗外界的一些 有毒的化学物质 对于我们肝脏 产生的应激损伤 避免肝细胞 受到那些有毒物质的一个侵袭 所以这是两种方式 同样的起到我们的 一户的作用 太好了 记住它的名字 叫做黄酮类化合物 最关键的是 大家看 这个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含量真叫个高 193每百克 天哪 是什么食材 肯定是今天我们 这个美食的主角了 我们慢慢来看 养生厨房设立俱乐部了 想要四高调理体质调理营养 调理食谱的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吧 太喜情了 怎么像三个 这个叫什么四季丸子一样大了 是的 大家看 这个肉馅已经达到这种状态 就是它不容易散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肉丸确实够大 是不是 那咱接下来就见证其境 看看一个比它小八倍到十倍的面团 能不能把它舌吞下 咱这面已经和好了 馅也有了 这个面大家看 软软的 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油 那么这面是怎么和的呢 500克的那种高筋面粉 然后加入三到五克的盐 让它增加筋性 有250克用凉水和 250克拿热水烫 也就是半烫面的这个面 然后咱们给它抹上油以后 稍微它醒至一小时 让它筋性更加的什么样 有弹性 有韧性 接下来一会包着它 它的表皮才不容易破 记住了 这样才能做出那种 薄如蝉翼的面提来 关键包的手法也很关键吧 是的 大家看 咱们把这面团呢 咱们给它揉好 记住两个窍门 叫一压一转 两个手法呢 保证了我们这个面团 就完全地给它包住 咱们看一看行不行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别眨眼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惊艳的这种包馅饼的手法 如何把这么大的馅 包进那么小的一个面团里 惊艳的舌吞相 开始了 大家看 一压一转 好 这个就是叫转 压的时候呢 把这个馅料往里压 一压一转 往中间压 一压一转 一压一转 重复这个动作 好像完成一半了 快一半了快一半了 大家看啊 这个面呢 一定是有筋性的面 否则它这个韧性不够 就是让面揉得像 口香糖一样 泡糖一样 一样薄 一样有筋性才行 是的 然后把这面往里合 刚才觉得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看着有戏了 有希望了是不是 有希望了 包的差不多了 把它这边都往里合 好 你看 基本上来说 已经合了一半了 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刚才 那个面团有多小 一团吗 有多大个馅吗 快成功了 最后合拢一下 把这个面皮 咱们口给它接上 到最后 一稍微一转 一坨一转 这样把这个口 咱们给它封住 封住口以后 大家可以看看 这皮包子就完成了 大家看怎么样 太厉害了 此处有掌声啊 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完成 就按照您的这个步骤来 是不是 没错 都可以做成这样的 一个纸皮包子 薄如蝉翼 是不是 大家看看 是不是非常的薄 里面都仿佛看到 里面的馅料了 而且那筋膜完全没有断开 所以咱们这个纸皮包板 就非常的合格了 大家学会没有 好 但是怎么在锅里 它不破皮 而且煎的脆脆香香的 也是有技巧的 别着急 咱们准备下锅去煎制 好 刚才我已经提前包好两个了 咱们这直接下锅去煎 底锅烧油 热锅凉油 咱们下入 刚才咱们包好的纸皮包子 不容易让这么薄的皮 破掉的窍门 是在于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小伙慢慢地煎 把这馅儿给它煎熟 杨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化生油 去除黄曲味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厚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林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一户一出 来保护肝脏 这一出知道了 是采椒 维C之王 它的营养元素也知道了 是黄酮类化合物 它不仅可以保护肝脏 听说还有一个好处 它在我们的 心脑血管的一个 这个软化的作用中来说 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到的 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 排行榜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马上来揭秘 林老师帮我们 揭秘这一户吧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豆制品呢 它其实都是 富含黄酮类的食物 但是我们的腐竹 在整个的豆制品家族中 排名第一 那接下来 刘大厨 您得告诉我们了 这么薄的皮 但是您煎的 一点都不破的奥秘 到底在哪 第一个就是控制火力 第二个呢 就是给它盖着盖 盖盖煮心 敞盖煮面 所以咱们这个盖成盖以后 转成小火慢慢去煎 表皮呢 就不至于说什么 太久的去煎制了 而且心呢 还容易熟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小火盖上盖 大概有个三五分钟 这个馅也熟了 表皮还不会破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 这道食物啊 是既好吃又好看 同时呢 还能通过一出一户的 两种的营养成分 那么利用我们维C和黄虫 相互结合 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